警告你,兒子聲鐘了 麻煩你不要常常說廣東話 現在說廣東話是否犯法 這套被比喻為雲吞麵的金像獎序最佳電影 就算長長爆滿都沒有什麼戲院肯上話 我為什麼這麼好生意不做呢? 我就打個電話說,這裡是哪裡? 行行行行,你到這裡 十年熱爆馬鞍山戲院,十回九回人情味 十年沒有人敢播,他播 由最初一日兩場到後來一日六場 播足35天,很多人都說爆sir勇 說自己不是勇,只是從生意角度出發 但作為金像獎評審的他 不怕老實說,自己有份投票給十年 如果記名的人,開頭到十年 你更加酸得身風口服 很多人在大陸海海都會有關 為什麼他都肯,記名都肯去聽 說現在沒有檔期,不是他都會繼續播十年 在電影業打觀眾五十幾年 十年不是爆sir第一套播的禁片 他掌台的新畫戲院,在結業前 獨家播六四禁片天安門,搞到滿城風雨 不止天安門,這些經典都在新畫上 港督尤德都是新畫的捧場客 隔一星期就會來看電影 可惜都是敵不過貴租,九七年就結業了 但爆sir在這行的地位依然壓立不到 拿到一個又一個金像獎不得之 更重要的是改革了香港戲院 當時我覺得香港的租金開始一直到貴 我去到外國戲院,為何別人的戲院 可以起到迷你戲院可以起這麼多間 一個地位可以起這麼多間,樓上可以起到 為何香港不行 到現在,迷你戲院開到四圍都是 戲院壓力就不用那麼大,戲不收得都不用洩合肉 其實爆sir的馬鞍山戲院禁出領,不止是因為有十年太 更重要的是有份狗為左的人情味 所以客人去到我,他們說我馬錯事件 不要緊,你選我吧 為了不想客人給多幾元手續費 堅持不搞網上交票 還被客人帶外來食物入場 我經常被逛多一個觀眾做任何事 我覺得好像不太對 這些戲院,這份人情味,哪裡找呢?